皇们迅速地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 向东 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 侵入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 在南方 俄罗斯的军队与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开战 到彼得伊氏登基的时候 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 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地 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 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 此时几乎控制了全球贸易的荷兰 已经辉煌了近百年 通过海外贸易和掠夺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并占有广阔市场的英国 正在孕育工业革命 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强权领导下 已发展为17世纪中叶的欧陆首强 而当时俄国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 全国只有几十个手工工厂 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 教育由东正教会垄断 普通民众支持贫乏 即使在首都莫斯科 一百个人中间十字的也不超过三个 俄罗斯和西欧的差距 激发了彼得一世留学的愿望 作为一个君主 是第一次 俄国君主第一次访问他而久 估计都是比较封闭的 但是感觉到国家落后 要使俄罗斯上行到一个强国的地位 不光是要扩张领土 而且要有先进的枯朽技术 所以他麻民隐姓 从这个大的使餐去访问 但是当彼得一世真正迈出国门时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臣民在心理上 根本无法接受他的举动 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将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中 养成的民族优越感 打得粉碎 承认自己落后于他人 对任何民族来说 可能都是极为痛苦 1698年7月 正在威尼斯参观兵工厂的彼得一世 接到国内密报 四个射击军军团造反了 造反的目的是 是盈利一位真正的沙皇 杀掉一切不忠用的领主和外国人 彼得一世日夜兼程 干得对我死 他以最残酷的方式镇压了判断 亲手用骂刀砍掉了一个士兵的脑袋 暴乱平定之后 彼得一世发动了一场社会变化 他废除了俄罗斯的传统历法 以欧洲通用的公元纪念取而代之 他按照西欧的语言习惯改革了俄罗斯文字 他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剪掉长长的胡子 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众税 他强制推行欧洲的礼仪服饰 要求每一个体面人必须做一块戏 为了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 1700年9月 彼得一世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 目的是从瑞典人手中夺取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以便取得和欧洲的直接点赦 俄国动员了十位余队的兵力 但是十万俄军却为八千瑞典士兵 轻而易举的击溃了 俄罗斯人变成了无力的组织 因为所有的军员 他们最大部分的职员 他们变成了在军 卡尔尔 XII变成了在军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成为战败后的彼得一世改革的重点 陆军完全按照欧洲强国的模式 重新编制和训练 海军开始走建 为了满足对装备和后勤物资的迫切需要 大量的工厂在乌拉尔山地区建立起来 军队需要合格的指挥官 彼得一世不仅向欧洲派出了数以千计的留学生 而且先后在俄国设立了数学与海洋学校 炮兵学院 工程学院 这些新式的学校完全按照兵营管理 为了监督学员 彼得下令由退役的士官 手持鞭子守在课堂上 1709年 在被瑞典军队打败了九年之后 俄罗斯军队再次与瑞典军队交锋 这一次他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俘虏了指挥作战的所有瑞典将军 瑞典国王侥幸逃脱之后 带着不到一百人流亡土耳其 战争的结果急剧地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 法国的一位公爵写道 经常使欧洲北部国家感到害怕的瑞典 即使不说它已经被消灭了 它也是垮掉了 而另外一个迄今默默无闻 除了自己的近邻 从未影响过别国的国家 非同小可地崛起了 1713年 彼得一世做出了一个对俄罗斯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 他放弃了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俄罗斯古老都城莫斯科 在从瑞典手中夺来的涅瓦河口 重新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首都 圣彼得堡 İş人都 ją得 in 년课 云囡 Sankt余 芳 Aid 在哪些人,接触了俄羅斯的歷史。 我可以再次重新的解釋, 在哪些歷史上的歷史上, 他開始描述了歷史上, 好像不曾經她的歷史上, 好像是白紙, 他重新開始描述。 他重新的歷史上歷史上, 她之前有了他。 著名的思想家赫尔森评论说, 在他野兽般的巨长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彼得一世也认为自己的严酷无情正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理由对俄罗斯人形成精神感召。 从19岁开始,彼得一世以下世的身份在军中服役, 靠着战功而不是沙皇的身份获得了海军中将的军衔。 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中将的兴奉。 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 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 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姐。 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这些社区域卯定自带福音简直至其一位受估入来自带福音简直至其他人, 不需要自带福音简直至其他的人, 但是这件事不是没有可能, 这件事不是没有做出发出发生的这些人, 甚至没有做出发生的运动, 这件事是在你的计划, 你会有无知的受估讯。